台湾的莲花德福问的 感恩师尊住世所法 弟子拜读师尊地 一百七十七册 见神见鬼祭 最后一课 简述如下文中 师尊出来言神观察师兄的名流 那位师兄全身的气 经过各脉轮产生种种回忆 仰葬种种的佛法才过关 莲花德福问 弟子祥请问 是不是因人在世 所作所为 会在脉轮中存有种种不可思议的记忆 造成出中阴身时身体上升的气被各个脉轮影响改变 然后中阴身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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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 上身的气被冥施审判 最后才进入六道轮回 是这样吗 关于人死后 因为按照佛所说的 做任何事情 有一种叫做有记 有记 有记 就是你做了这个事情以后 他把你人生的过程当中 已经记录了 这个叫有记 一种就叫无记 不是张无记的 无记 无记 就是没有记 记忆 没有记 把你做的这件事情 把它记录下来 可能是不要紧 就无记 或者你做了法 密教有一种法 让你在做的事情当中 变成无记 然后我讲过这个法 基础上的这个法 就是无记 你在做这个事情之前 你就观想一斗莲花开放 然后你站在莲花的中心 然后莲花合起来 再慢慢的合起来 把你包住 鬼神不见 所有的鬼神都不知道你哪里去了 因为你已经包在莲包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无记 鬼神都不知道你哪里去了 那么你自己 也把你做过的事情忘掉 这个叫做无记 我只是简单讲一下 简单讲一下 什么叫做无记 什么叫做有记 关你有记 你做的是善的 气就是轻 你做的是恶的 气就是灼 那么你一生当中的功过 你有功也有过 你将来要分配到哪里去 六道轮回 就是依照你的善恶因果 依照你的善恶因果因缘 去轮回 所以这个道理就是这个 应该讲起来是很简单 至于我写的这一篇文章 最后的一刻 就是灵终的那一刻 他从这个气 从脚升上来 经过哪一个轮 轮每一个轮都有记忆在的 就是有记 密轮 有记 你密轮做过什么样子的事情 全部给你记载起来 记轮 记轮 经过记轮 你吃过什么东西 通通给你记住 你到了心轮 你心中想过的很多的事情 通通都给你记住 都 都知道的 到了喉轮 你嘴巴讲过什么话 通通给你记住 到了眉心轮 你的意念 想过什么 都给你记住 都给你记住 还有你的手跟脚 做过什么事 通通都给你记住 你能不能由中脉出去 经过那些脉轮的时候 你的那一股命气 那个叫做命气 在密教里面 道国里面有写 你的命气 经过了这几场 以后 给你加减乘除 你应该到哪一个天 六道轮回 天 人 阿修罗 第一 恶鬼 畜生 给你判定 你就应该到哪一个 哪一道去轮回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因果 因果 还有我们未来的这个命运 所以呢 我们也曾经讲过一句话 一问过去是 现在 作则是 你所做的 就是你的过去 所带来的 要问未来事 只要看你现在所做的 就知道你未来去哪里 所以呢 这个是 没有办法骗人 没有办法自欺欺人 你也不能够欺骗别人 你也不能够自己欺骗自己 只要有记 统统都把你记住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人 会成佛 成为菩萨 成为元杰 成为阿罗汉 世圣道 或者到了诸天 都是你自己本身的所作所为 你轮回在人道 在阿修罗道 或者到了地义道 恶鬼道 畜生道 也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 道理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回答 台湾 莲花得福的 也不一定说 记在心轮 记在密轮 记在忌轮 记在喉轮 或者记在眉心轮 因为记在哪里 反正就是有记就对了 你也不愿 说这个记忆力 会不会记在你的膝盖 对不对 或者记在哪一个毛孔 其实 这个记在哪里都无所谓 总之就是有记 你做过的事情 就有记在你身上就对了 到时候呢 你这个命气 就随着你的业 去轮转 去轮回了 这是一点 你问的六道轮回 是这样子的 至于有没有明师审判 其实他也不用审判你 因为你做的 你不能自欺欺人 你既然做了 做了什么事情 应该得到怎么样子的惩罚 本来就一定定的 也不是什么审判 自己审判自己吧 当然 这个在 这个十殿元王那里 道家的这个十殿元王 这个在佛教也有 佛教元楼王啊 就是元楼王是第五殿的元楼王 其中还有泰山王 还有好多王 十殿元王有十个名称 这是回答台湾年花得福的